说到印度我们不得不谈的就是它的经济表现了 尤其这个历史性的反转 现在呢印度已经取代它过去的这个殖民国家 英国其实已经变成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 而且从GDP的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它的财年其实当时GDP是来到了7.2% 而在2023年预估也会来到6% 主要可以看得出是政府啦 还有大型民间企业的投资 其实也挹注了整个印度的经济表现 还有它的相关成长 所以有人说21世纪 就跟我们开场说的是一个印度的世纪 我想先请教教主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想至少要打个六折吧 六折 对因为你不能只看外表嘛 里面是最重要的嘛 什么都是里面最重要 所以它的size来讲 它的规模来讲 那当然是很大的 人口现在已经世界第一了嘛 那但是我们要看这个人口 可能是正面 也可能是负面嘛 如果人口全部都受了好的教育 那就可以经济发展就很快速 但是人口如果不是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 再加上贫富如果不均化 这是印度最大的问题 还不要讲说是它的基础建设落后 这些等等是它来讲 是它来讲发展的一些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潜力是确实是十足的 因为它够大嘛 对 这关键是它还有一些优势 像印度是一个经济上来讲 是非常一个特殊的情况 因为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的崛起不是跟我们台湾啊大陆啊 这样子的是从劳力密集产业开始崛起 它不是 它是直接崛起从service sector崛起 服务业崛起的 为什么它能服务业呢 它就是它特殊的资产 因为他们讲大部分讲英文 所以印度有一亿以上的人 他的英文就像英美人一样 fluens 然后他们有差不多接近三亿的中产阶级 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可以用英文的交沟通啊 做事啊 但是问题人口是14亿 我们要看剩下来的那些人是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说这个印度来讲的话 它就后来就它就直接就从这个 这服务业切入啊 从90年代开始 就因为有internet的衔接之后嘛 它就到了这个2000年就开始发展成为了 这个服务业贸易是世界领先的 而且一讲到IT的software engineer 就是印度人几乎就是这个品牌印度品牌 所以这是代表它的优势英文 加上它的这么英文的这个elite 他们就有读书很认真学习啊 真的好讲 所以这些人是印度带领了他冲上去的 但关键印度就是要他能不能把下面的这些 贫穷的人也能够一起带上来 这是印度的冲 所以印度呢 他的精英把整个国家整体的一个经济表现都往上冲 尤其刚刚教授其实也提到了 其实印度的服务业真的占比非常多 我们来看到2021年的印度三大产业的GDP贡献比例来说 刚刚教授提到的服务业其实就占了47.7% 这个占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再来工业是25.9% 再来就是农业了 但其实我想要请教教授说 如果今天印度我们刚刚讲说 您提到其实像是台湾像是中国大陆 我们都是在一个劳力密集性的一个产业 工业制造业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然后有现在的经济规模 但其实以印度来说反而是服务业走的比较前面 那你认为说他要好的一个经济表现 是不是这个比例上的调整 应该要来做一个重整跟盘点 是的 这个因为印度是都自认为是自己是大国 对 所以他要往大国的方向去走 所以他非常重视科技业 对 但是太过分重视科技业就有一个头重脚轻的问题 对 刚刚讲了 有这么多厉害的人是没错 但是他的是金字塔 下层的这些人 对 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那你要有工作 你假如都是高科技的 他的工作是有限的 就劳力密集产业才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加入 就算你不失智或者是什么 你都可以加入的 因为你知道手脚灵活啊 过去很多工厂作业员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是印度在这个方面就是不重视 政府也不重视 所以他的制造业到现在都没有突破两成 所以等于说制造业其实变成一个印度 他的经济想要在往上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也是必须要来突破的关卡 但其实我们来看到一些数据 其实以这个国际的投资 还有相关的预测来说 其实67%的企业组是看好印度市场的 尤其呢 其实相关当然人说 第一个他的数位建设不错 然后技术劳力水准也都还在水减之下 还有人口的内需市场也是大的 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积极发展科技 就如同甘老实说的 他们对于IT的产业都是非常重视 但是其实我很好奇说当我们看到印度 我们讲说前两年疫情的时候 那这是超级惨 其实整个印度的经济表现也都因此是被拖累了 而且在当时疫情的状况会让大家觉得比较担心一点点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数据上看起来是一个表象 但能不能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得出来 是说这一次这个数据的反弹是疫后经济的技术性反弹 还是的确他的实力还不错 他有潜力的存在 但是呢他的实力上面来讲的话 需要重新重整一下 就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所以说我们讲的这个一个经济起来 要三个这个马车头马 一个是出口 一个是内需 一个是外资 好 他的出口来讲的话 印度不是像 我刚刚讲 他不是制造业 所以他不是这个 不是trading goods 他trading services 这个服务业的话 他就是去到外面去服务的 所以你要到外面去工作才能赚到钱的 不能在家里 家里可以做了 但是占的不够多嘛 因为有些服务的项目会干嘛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他的这个出口 他是靠这个不是 所以他的就就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限制了嘛 因为呢服务业最大的问题是人的移动 这个你能不能到美国去工作啊 好美国在2008年以后走向了这个保护主义 对 然后你的visa很难拿到 好了你怎么就不要去工作了 OK 所以这个是出口的部分啊 那内需的部分呢 我没敢讲了 他的真正消费的人口呢 可能就只有刚刚讲那三亿多 其他的人他的消费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他的真正的消费人口 反而是在精英那个族群 对 就只有那三亿可以讲说 一亿是最多的最多的 然后再下三亿再下面就非常有限的 所以这个是他内需是没办法 有很大的动力往上冲 那这样就是外资了 那外资呢 现在确实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政策的问题 很多外资往外移 那印度占了一些便宜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来了 我刚刚讲印度喜欢选择他要的产业 对 比如手机 而是印度靠着中国的这个出来 苹果的外移 所以他手机已经世界第二大 Smartphone的生产商 但是呢 其他的劳力密集产业他不要 所以那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 现在半导体进入 他想成为半导体世界中心 想要成为电动车世界中心 这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所以说他 所以外资来讲的话呢 像去年的话 他有七百多亿的外资 但是来讲 你要跟中国比还差太远 所以外资要看你的经济 体质好不好 人家才愿意来啊 所以说这个他外资来讲 基本上上称稳定 但是要跟中国比还差很远 对 其实大家也会在讨论说 印度能不能取代中国大陆 变成世界工厂 不过以教授的这个想法来说的话 其实的确有点难 因为的确在整个经济的体制上 还有工业的体制上 甚至经济 还有相关的民族性的部分 可能也都必须要来做调整 不过其实相关大家还是会讨论说 到底印度能不能超过中国大陆了 当然大家从四大面向来解析的话 第一个就是人口红利 但我其实想要请教一个教授说 我们讲人口红利 大家的确会讨论非常多 那您提到说 其实现在相关的人口 相关的主要的消费市场 都紧正在精英 那其实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扩大内讯 其实是要用其他的 像是教育的方式来解决吗 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 但是还是教育的最后集中到 还是要比较是高端的产业 或者制造业 或者服务业 所以说我刚刚要讲说 制造业非常重要 印度一直在这个中间 一直是他的一个困境 到底要重视 这个劳力比产业呢 还是高科技产业 但他每次讲来讲去 最后都是到高科技产业 那所以因为能够吸收 这个人口的红利的话呢 关键你就要让那些 不管你是不是市值 你会不会 是不是市值率怎么样 你都可以工作 那你这个就是 劳力比产业最重要 假如是纺织业 很多人可以就业 尤其是妇女可以就业 这个制鞋业也是一种 还有玩具 这些劳力比产业的话 你都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去做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大家都有工作 就可以起来了 而且不一定要你是大学毕业才能做 但是你现在 我一定要半导体 半导体没有大学毕业 你能够做半导体吗 然后你这些就来了 好 那印度的教育也是一个大问题 对 好 你说印度人厉害 英文很棒 但是问题是说 印度有18岁到23岁读大学的人口 他有1亿4千万人 但是他能够到大学去读的人 只有3千4百多万人 所以的话 他的大学毕业生 他整个人口只占7% 这比率其实明显很低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说 你要到高端产业都过来了 好 现在一个问题 找不到就业的人 你说人这么多人 问题是说 没有人来申请工作 因为他要求的都是要大学毕业 几个大学毕业 然后印度最优秀的大学毕业 通通都到国外去留学 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人口外移 或者是留下来的人 都不是我们想象的 所以你这个不能光看数字 看里面的这个人 但是优秀的人是非常多 这是没话讲的 但我其实蛮好奇 所谓的外交行为 当然大家会讨论说 刚刚其实教授也提到说 这个印度的民族性 其实非常特别 就算今天你想要有其他的工业 来投资我们印度 我也要挑过这个厂牌 那我也要挑过这些企业 就您来看 其实印度的这个民族性 对于整个他们的产业 要转型的话 比如说拉高所谓的制造业来说 会不会有些阻碍跟困难 印度来讲到目前来讲的话 他最表现最靓丽的 一直都是服务业贸易 对 在未来发展 可能还是要把他接到 这个服务业贸易上去 但是呢 基本面就是说刚刚讲到的 他必须要重视这个 劳力密集产业 这样子才能够让印度所有的省份 不管你是有钱没钱的省份 你都能够 与路均沾 不是就在农业去了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然后你再重视这个高端呢 这样子你说上 大陆今天为什么呢 上中下游它都能有 你不能只有上面 中间没有下面没有 那你这个经济整个不能够拉起来 不然只有上面人只有钱 你看印度百分之一的 占了这个富翁 他最有钱的人 占了他整个GDP的一半 那这个就不行了 你要让这些年轻人能够就业 年轻人没有读书 他就没办法就业 然后你工作 没有制造业工 他没有工作 他回来之后又去做农地 或者是掏钱 那这就是他的问题 我记得叫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